在西游记的大结局里,唐僧师徒四人成功取得真经,佛祖如来也是言出必行,对他们之前的种种努力和贡献都一一兑现了承诺,唐僧成功成佛,孙悟空荣生斗债圣佛,就连那爱吃爱睡的猪八戒也摇身一变成了敬坛使者,想尽美食,可轮到沙僧这儿,就只封了个金身罗汉,官复原汁无望,谁知沙僧非但不恼,还笑眯眯的败谢了佛祖。 这背后,究竟藏着啥玄机,解开历史的阴影,这里是圣历史,欢迎订阅观看。 沙僧原本叫什么,吴承恩没有写,他叫沙无敬。 沙僧,沙和尚,那都是取经以后的事,他的前世是玉帝身边的卷帘大将,有人说这就是个给玉帝掀门帘的小跟班,其实这是误解,沙僧自个儿在西游记里都说了,南天门里我为尊,灵霄殿前无称上。 说白了,官职大小不是官剑,官剑看谁跟玉帝最近,卷帘大将这个官职,大致相当于天庭的玉林军统领,虽然品级不一定比那些大臣高,但大臣们进了南天门都得听他安排,守他的规矩。 而且,他可是玉帝的心腹,腰里别着个虎头牌,整天就跟在玉帝左右。 玉帝上下轿的时候,他上去卷个帘子,玉帝上朝的时候,他就拿着降妖杖,站在玉帝身后,所以沙和尚才敢吹牛说南天门,灵霄殿,谁敢不给他面子。 但是,在盘陶会上,沙僧只是不小心打碎了王母娘娘心爱的琉璃斩,要不是人缘好,估计当场就被玉帝给灭了。 在赤脚大仙的求情下,沙僧被玉帝中锤积了八百下后,便到流沙河,去做恶妖,每七天还要被天上的飞剑穿胸刺斜摆余下。 他的被贬,既没有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犯上行为,也没有猪八戒调戏嫦娥的错误,他只是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玻璃掌而已,就算是错误,也只是一个无意识的小错误,对孙悟空的惩罚,是对犯上者的惩罚,对猪八戒的惩罚,是对犯罚者的惩罚,而对沙僧的惩罚,却是玉帝对忠实于他的粉丝的惩罚,对自己的人狠一点,才能显出自己的正义。 所以,沙僧的错很小,但他的罚却很重,刚才还在盘陶会上是个座上宾,威风凛凛的卷连大将,一转眼就成了流沙河里的阶下囚,丑得吓人,可沙僧从没反抗过,他也认反,毕竟是他打碎了琉璃展。 琉璃展是佛家七宝之一,而且还是在那么重要的场合,古代中国是一个理智社会,所以天庭也一样,对礼的要求非常苛刻, 在朝堂上违反理智,说小了叫垫钱事宜,说大了,那就叫衰背为号,因此,不管怎么说,沙僧都是工作没做好。 惹了领导生气,所以他心甘情愿的接受玉帝的重罚,从不抱怨别人,一心想改过从心,以求脱罪重生,只是饿得难受, 绝望之下,他也真干了痴人的事,两三天就得出来,找个倒霉鬼垫垫肚子。 不过,菩萨一来,沙僧的春天来了,观音告诉他,只要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,那十节功成免罪,赴你本职。 这取经的事,正义有高大上,而且观音还给他起了个法名,叫沙悟静,沙僧一听,立马觉得人生又有了意义,精神头也来了,可沙僧毕竟在流沙河里。 可是个狠角色,吃了不少人,连取经的都吃了几个,不过,有九个取经人的头特别怪,沉不下去,他就拿他们当玩具玩,观音吩咐的,把那九个头颅枯骨做成项圈,顶在头上,作为和师父唐僧相认的记号。 从此,喜心革面,再也不干伤天害理的事,就等着取经人来了,唐僧一来,就收他喂土,还给他剃了发,看他这模样,觉得特像和尚,就管他叫沙和尚,简称沙僧,唐僧是实事修行的僧人,沙僧项圈上的九个珠子,就是他前世的九个头颅,唐僧每天看着。 心里的是啥滋味呢?不过好在他们俩都像是喝了孟婆汤,不记得以前的事了,但或许正是因为这层关系,沙僧对师父更加敬畏,虔诚,取经也更加尽心尽力,他对取经死心塌地,其实就是对师父唐僧死心塌地,沙僧是唐僧的徒弟里那个最守规矩的,就像咱们班上的好学生,规矩的让人佩服,他性格古板,不太爱开玩笑,其实就算开了,也不怎么好, 但沙僧实在不玩虚的,他就像家里的老黄牛,任劳任怨,在取经路上,他虽不出名,一共也就打死一只妖怪。 但干的活可不少,照顾师父,挑担牵马,打水做饭,啥都做,打师兄打妖怪时,他守家,二师兄偷懒时,他顶上,沙僧就向团队管总务的后勤科长,默默付出,沙僧还是团队的黏合计,总能化解矛盾, 唐僧变老虎那次,孙悟空火大要走,是沙僧劝回来的,他还经常在唐僧和孙悟空之间说好话,让两人和好,对八戒,他也耐心劝导,让师兄弟团结一心,沙僧心善,谁有困难都帮,就像咱们身边的暖男,说到功劳,沙僧可是低调的很,挑担这活,书上写他挑的比八戒多。 但功劳都算八戒头上,他也不争,在曹云金的相声里,沙僧在西游记录里,笼共只有三句台词,分别是,大师兄,二师兄,师父被妖怪抓走了,大师兄,师父和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。 师父,二师兄,大师兄一定会来救我们的,虽然是个包袱,但也说明沙僧在取经队伍里很少说话,是最低调的那一个,其实,小心谨慎也是他的标签,凡是叫哥哥仔细的,必是沙僧,过通天河时,提醒盲中恐有错的也是的。 到了西天,由于没给管经的阿挪,家业送礼,开始拿到的经书全是空本子,大家都没留心,是沙僧第一个发现,师父,这一卷没有字,这才引起大家积极查阅,沙僧主张粗中有戏,急处从宽,对于胆大性急的大师兄和懒惰懵懂的二师兄来说。 这位三弟实在是个不可少的妥当人,沙僧从小舅志向远大,早早出家远游,想改变命运,做个英雄豪杰,他走遍了万国九州,五湖四海,转了数十遭,摆于他,才遇到了引他成仙的神仙,从人到神,他走的是虔诚修行的路子,寻师学道,积极得很,这才得益真人,苦修得道成了仙,不像孙悟空,本就是仙胎,也不像八戒,成仙, 全靠偶然,沙僧成仙,那可是实打实的修行成果,修仙之路不易,他对成仙的结果格外珍惜,可谁知,一次小意外,就让他在天庭的前程泡了汤,沙僧心里可不甘心,要是能赎罪重回仙班,再主辉煌,他绝对二话不说,立马去干,唐僧不听劝,被红孩掳走了,孙悟空气的说要散伙,八戒正嫌西天路无穷无尽,也闹散伙, 沙僧一听,吓得浑身麻木,连忙劝戒,咱们可是因为前生有罪,才不依佛国,保护唐僧取经的,现在遇到困难就像散伙,可不是为了菩萨的善果,坏了自己的德行,这话说的,既是劝八戒,也是他自己心里话,真诚的狠,取经路上,只有沙僧的意志最为坚定, 孙悟空出走过,唐僧赶走过他两次,八戒动不动就提散伙,一心想回高老庄做回虏女婿,就连唐僧都抱怨路途遥远,可沙僧从没说过这样的话,连这样的念头都没有,沙僧也很忠诚,服侍唐僧从不死辛劳,如来都说他成静加持,保护圣僧,登山千玛有功, 沙僧无论是在天庭卷帘,还是在取经路上挑的,千玛,伺候师傅,沙僧干的都是同一种工作,这些苦活累活,沙僧都做了,他已经完全适应了,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,而且一做就是十几年,从没牢骚和怨言, 别说孙悟空,猪八戒不愿意做这些,即使愿意,也未必能做得这么好,就这一点来说,沙僧绝对是取经队伍中不可缺少的一员,这是他的美德, 也是他的难得之处,但沙僧这儿就怪了,如来给他生了大智正果,按理应该封佛,结果却只给了菩萨爵位,金身罗汉,而且他的排名还比诸八戒低,为什么呢? 原来如来认为沙僧一路上勤勤恳恳,诸八戒却总闹散伙,他想让沙僧成佛,但却又不想给诸八戒升职,可如果直接封沙僧为佛, 首先沙僧的也不过是登山千马之功,KPR勉强了一点,而且诸八戒肯定更不乐意,毕竟因为封佛,他已经闹过一回了,但是因为唐僧和孙悟空是师父师兄,他说不出什么,可沙僧毕竟只是师弟, 所以为了赌八戒之口,如来就用了个迂回战术,先封沙僧为菩萨,排名比诸八戒低,稳住的,同时又给沙僧升了大智正果, 职称已经达到封佛的资格,再说说金身罗汉,全称是八宝金身罗汉,八宝就是八种佛教法技, 玄罗,金语,金轮,宝伞,圣利壮,吉祥节,莲花,宝平,有了这八宝的加持,佛法无边,神通广大,沙僧的地位可不是一般菩萨能比的, 更何况这金身更不容易得到,如来佛祖在雪山上修炼了多年才炼成,孙悟空也是吃了金丹,再在炼丹炉里考了七七四十九天,才搞定这金身,可沙僧刚已被封号,就直接到手金身, 佛的世界从不缺让人心动的新鲜感,但让人眼红的一刹呢,却不多见,因此表面看来,沙僧的罗汉比不上猪八戒的菩萨, 但配上大直正果的八宝金身罗汉,沙僧那可就相当于准佛的标准了,比起他那个也不怎么入流的卷帘大将,取经路上的复处也还是转翻了, 面对如此隆重的风赏,沙僧偷笑都还来不及,便高兴的向如来佛祖拜谢了, 总之,看起来沙僧小心拘谨,有点事故,有时明哲保身,然而他并非雕华,他心里头也是有一腔中肝一胆, 虽然他有怯懦的地方,但在妖魔面前从不示弱,他出战不多,功劳不大,可贡献却并不小, 这个不显眼的三弟,容易被人忽视的沙和尚,几乎是默默无闻的走完了他的西天之路,因此在别人眼里,他只是跟着走,可他也成功了, 可是几经沧桑,历尽劫难,世上从来就没有心怀侥幸的成功,最偶然的意外,也都是是有必然的结果。 感谢观看